政府食環署和海市署等多個部門 今日合共清理了近4公噸的膠粒 另外政府有物色回收箱或志願機構回收膠粒 南丫島石排灣的沙灘 周圍都見到沖上岸的膠粒 膠粒製造箱中石化 下午派人到場協助清理 出動吸塵機 又用袋裝走膠粒 我們只是在這裡工作 中石化人員否認在事件中反應過慢 繼續有市民自發來清理 村民就說打風之後 載著醉丙溪膠粒的貨櫃 就飄浮在外面的石角 所以這一帶的沙灘就鋪滿膠粒 就像雪地一樣 政府承諾會加緊處理 包括動員多個紀律部隊和民安隊協助 而環境局會密室回收箱或志願機構 幫忙回收膠粒 有回收箱說 墮海的膠粒混雜了沙石 要經高成本價清洗程序 影響回收價錢 你說如果將那些要減乾淨 就應該去到千多元噸 因為要洗底 那再去減 如果再有沙石 再要交多些人工 會減到一千元噸 環保團體就擔心 如果將代海的膠粒 全數棄置 堆填區會不堪負荷 現在的膠粒是150噸 數量相當之龐大 再加上因為它現在運了很多 運了上沙灘 很多時都連垃圾一起撿回來的時候 重量一定不止150噸 我們其實 那堆填區每一天已經接收 一萬三千多噸的垃圾 他又認為 負責運送這一批膠粒的公司 要承擔膠粒回收的費用 無線電視記者 尖前論部